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叔,欢迎收看本期大叔观战,来观战一把破轮先知守木祭司机械 这套阵容我觉得打破轮还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而且这张地图的话,我觉得破轮打小徒应该会更加有优势一点 大徒虽然说好像感觉他移动很快对吧 但是大徒破轮控不住场的 小徒的话他其实可以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去往外打一打 然后你这边无伤救没关系,我回来以后把你们两个人都滚了以后一手爆打一波伤害 其实对于破轮来讲节奏也不算特别亏 但大徒的话可能就没办法打了 这个是个人现在的一个理解,还得往后看 直接打一刀 这一波先打一刀,然后再滚 绕过来 先知有鸟 他这边是想用爆把这先知给爆死 可能,因为他带的是个张狂 天赋上面可能是张狂加底牌 看一下 张狂加底牌,然后点了一点拘禁狂 但这个点位不太好绕啊,加速啊 哎呦,刚才的尖刺没有能够打出伤害 因为先知的鸟我记得好像是无法抵挡这个刺的一个伤害的 再丢晕住啊,不让你鸟用出来 可以啊 呃,反正只要击倒就行 但这个先知的鸟留着呢 后面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问题 哎,有个地下室要不要挂 破轮守地下室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新角色嘛,都是很新奇的 很多东西还值得开发 所以今天赶紧来观战一下看看这些大神分怎么玩 祭司有斗 守木人过来救 你还别说是守木人不怕破轮的 直接 哎,这样的话丢 夹子晕,哎呀,没晕住 打一刀,你要给上自己 这一波对于守木人来讲真的很可怕的 万一对吧,你这被晕住了 不晕住了好像也就这样打一刀 差不多 晕住了也不可能过半 因为这个人刚上挂的 仔细想好像也差不多 夹一手 抱一下 直接抱掉 带走 哎,这破轮熟练度还是很高 对于技能的一个释放的一个节奏感很好 挂过去干扰外面的电机嘛 往外挂一挂 祭司是已经过来了 电机实际上最后一台了 因为知道这种修的比较快的 机械先知 对吧 加祭司外面都修的挺舒服的 滚一手 再滚 这里夹子夹住一刀带走 先知是有一只鸟的 先知在刚才被追击的过程中 已经吸出了一只鸟 我们看最后外面的电机的遗产在哪里啊 遗产的话好像已经没有了 那还差一台新机 破轮这边选择慢慢的控场来打 守木人再补这边鬼屋的电机 如果能找到先知 把这先知挂飞了 我觉得守木人 不是这个破轮是一个宝瓶真胜的一个局 但是如果说找不到这先知 或者被这先知牵制起来 外面的电机其实修的也快的 因为街市娃娃跟守木人一起在和修 破译加速已经起来了 这边人没盘到 没盘到 要不我守电机的啊 没办法 这都你找 这个人 可能就 对吧 没有那个上 没有那个 上线的啊 这个时间 娃娃这边 一刀 带走 守木人还有两根铲子 但是守木人如果说被滚到一下 或者只要人过去就行 切插眼 守在电机 可以 这波切插眼 我觉得很有机会 只要能控住电机 因为外面的话 球者相对来说 现在状态 不是很好 跟破轮钢正面 然后由于是路人局的话 他们的一个调整状态的一个节奏 也不是那么的快 先知又开始蹲了 哎这先知 哎呦这把这先知其实打的挺好 前期牵制的 时间也够 我还吸出了一只鸟 找到戒尸 再滚回去 那边继续找这两个人 开着尖刺 先滚 滚 好切 切完以后守木人直接被暴死了 暴 脚铲子都没有用的 差两个眼 这个守木人不能挂了吧 挂上祭司外面鸭 反而他的一个倒地时间 本来要自己的一个时间 变成了直接就是会被 我爱挂 我爱挂也行 我爱挂这边看啊 先知的一个电击差多少 一半 挂回去 咱 这 挂上 虽然祭司一刀没 但是外面的洞已经连好了 他得去找 主要还是得找这个先知 加速 赶紧从 找先知 找到先知 还是能保平的 真剩的话不太好说 先知先知先知看一下 有猪戒 那知道了 点位已经排气组了 一下 爆 好 直接爆死 漂亮 流畅是很流畅 就是这个先知这把的话 打的也很好 前期 他的一个 前知包括他的中期的那波狗 狗住了 介石跟守木人这边和修 祭司是一刀没的 这边 把祭司赶走 电机点亮了 祭司一刀没 现在的轮CD还没好 过来找到机械师 平局是有了 盛面的话 还得看 还得看 这里 抓谁 看见了 祭司 是一刀没的祭司 一个洞 再过来盘这边 看一下这个点位 好 清楚 这边有人 但是人不知道在哪里 至少没点门 切成形态 插眼 还是找 找的话 其实守木人这边交铲子 我觉得就行了 因为这是个守木人 嘛 祭司的位置盘清楚了 祭司也看见了 当然我觉得刚才那边门 那边插眼会不会好一点 插完眼 虽然说中间有一个CT7吧 这边 祭司 切 一刀 带走 他对于技能的一个流程 是很清晰很清晰了 知道怎么样能够把这个 击倒最大化 就是击倒的速度最大化 但是那边什么时候点门 祭司应该也能走 两边的话 这把打的还是质量比较高的 非常好看的一场 那也是感谢老师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